那么第二个案例呢 是关于年终奖的 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很核心或者说 真正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关于员工离职之后 还能不能要年终奖 那么我们这里面 给到的一个案例呢 是我目前现在正在 做的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 员工入职之后呢 2010年入职 2011年呢 他获得了企业给付的 30万的年终奖 那么在2012年的1月4号呢 员工提出辞职 最终呢 在2012年的2月24号离职 那么员工呢 在2012年的6月份呢 向劳动仲裁委提请申诉 要求企业呢支付 他在2011年度的年终奖 那么这个仲裁请求提出之后呢 在我们劳动仲裁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企业呢 在跟员工李某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 明确的指出 如果在年终奖发放日期前 员工离职 主动辞职的话 是不能够获得任何实际 或者未来预期的奖金的 那么这一点明确规定在劳动合同中 因此 在劳动仲裁的过程当中 企业就以这一点作为抗辩的理由 那么这一点理由呢 也是得到了仲裁委的支持 最终仲裁委没有支持 李某要求年终奖的诉讼请求 那么之后呢 我们这个案子呢 到了一审 在一审阶段呢 法院的这个态度呢 就有所转变 最终呢 得到的判决呢 法院认为 李某呢 在2011年全年已经都提供了劳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看到 他是在2012年的1月4号提出辞职 那么最终是在2012年的2月24号 正式离职的 那么所以说 他的2011年全年的劳动 是正常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企业呢 就应该按照2010年度 就比照上一年度的 绩效奖金的支付情况 支付给他30万的年终奖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案子呢 已经提交到二审上诉 因为企业呢 对于这个判决呢 不服 我这边呢 我也认为 这个医省法院的这个判决呢 是有一点偏颇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年终奖 它是什么 虽然年终奖也是公司 但是它毕竟和我们每个 按月支付给员工的 标准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那么毕竟它是一种奖金 奖金是企业可以根据 自己上年的业绩情况 和员工的表现 绩效考核的情况 来决定是否发放 发放多少 而且上一年发放了年终奖 不代表这一年也要发放年终奖 这完全是企业薪酬自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 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 企业一方是有底气的 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企业对于年终奖 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的约定 那么我们在实务当中看到 很多因为年终奖而败诉的企业 都是因为没有年终奖的相关的约定 规章制度当中 劳动合同当中都没有对年终奖 如何发放 什么时间发 怎么发 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法院和仲裁委是很可能做出 倾向于劳动者方面的判决的 所以我们这里提示给HR 还有我们的朋友 就是在对于年终奖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在企业的规章制度 或者劳动合同中 明确约定年终奖的发放制度 包括发放的条件 资格以及发放的时间 那么这里面比较重要的 对企业比较有利的一点 就是要明确的约定 年终奖的发放目的呢 是鼓励员工长期 并且持续为公司提供服务 因此奖金发放的这个资格呢 是要求发放的时候 员工必须在职 那么这一点呢 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还想跟大家提醒一点 就是对于年终奖的 这个发放的具体的标准 还有计算的条件 这些呢 我们要尽量的去弱化 从而避免它变成一种固定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的企业在劳动用工的制度 或者劳动合同中呢 明确约定员工呢 享有13星或者是年底的双星 那么作为一个年终的一个奖金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奖金呢 离职之后 员工就很可能还是可以申请得到的 因为这个奖金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工资的支付的内容 而不再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营业绩 根据员工的考核情况 而确定发放金额发放的形式的一个年终奖金 中文字幕提供